你是做药物研究的是吧 我现在在读的博士后专业是药学 那我有一个问题要问 不是我 就是我有个朋友 就他老想知道 有没有什么药是能够长头发的 不要误解 不是我 把假发折掉 我就当是你的朋友 真的 就是我的朋友 对 就是你的朋友 其实脱发这个事情 你要从很多原因去找 第一 你的头皮 你的皮肤的性质 是不是有性皮肤 是不是有一个质疑性的皮炎 导致的脱发 还有你工作压力是否过大 然后还有就是你朋友 是否经常熬夜 我朋友天天都不睡觉 对 我朋友好像每天一点 我怎么那么睡觉 就他自己 所以你看总结这些 都是脱发的原因 所以你除了要调整 你的生活状态以外 我朋友 对 你朋友 要改善一下生活状态 注意休息 明白了 好 那我一定转达给我的朋友 对 一定要转达 我的朋友 我觉得我已经转达好了 讨厌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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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